为了与民众面对面用轻松的方式喝咖啡聊市政 由新北市议员郑宇渊 在捷运淡水站旁边的南小萱咖啡店 举办了议员咖啡杯 新北青年论坛淡水场 对淡水北海岸的城市愿景与展望 来用聊天的方式表达意见 而现场新北市议员陈乃鱼 黄淑君 基隆市议员张浩瀚也一同共襄胜举 一次就轮到我淡水来主办 那其实我们透过报名的时候呢 其实了解到其实年轻人对于自己住的地方 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有想法 包括在地的艺术在地的环境 然后还有在地的就业等等 大家都非常关心地方的事情 所以今天透过这样的机会跟年轻人聊一聊 也希望他们能够反映我们现在政府还需要改善什么 那执政者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现场气氛相当轻松 中向是下班后的聊天聚会 并且有将近30位的新北市青年 有包括了来自淡水 三只板桥以及新店的青年都来参与座谈 市议员正言表示 希望透过青年的面对面对谈 不仅是了解年轻人的对于市政的观点 更能够了解他们对于地方所关心的议题 那我们其实在每一次的青年论台都可以收获到不一样的意见 那因为新北市其实幅员辽阔 各个选区的需求完全不一样 那这一次真的很感谢郑宇院议员在我们淡水开办这样的青年讲座 让我们跨选区的议员共同来参与 希望可以一起在新北市议会来努力 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有非常多好朋友们 地方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希望可以透过像这样子的活动争取更多的地方的支持 也了解地方的需求 也透过这样子的活动来串联凝聚地方的力量 现场讨论层面相当多元 从偏乡教育资源到淡水人最关心的交通问题 还有大众运输 盖轻轨蓝海线建设所带来的影响 都是讨论的重要议题 而新北市议员黄书军也表示 透过青年的面对面对话的过程 让党内可以了解民众更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规划政策 而在每一次的青年论坛 都可以获得不一样的意见与讯息 而新北市议员陈乃鱼也提到 透过市议员一起一棒接一棒的举办青年论坛 这次来到淡水 也更希望可以透过座谈会 争取到地方的支持 也了解地方的需求 记得许端一淡水猜疯报道